两亿年以前的地球 只有昭泽、深谷、森林及恐龙的足迹 恐龙的种类很多 有庞大的雷龙 身体比六头大象还要重 有身长二十多米的梁龙 和象架移动的吊桥 剑龙的背上插着两排三角形的剑刺 三角龙的肩膀有三只大脚 一只长在鼻子上方 另外两只长在眼睛上方 每只脚都有一米长 真是剑 尾巴上含有四只利剑一样的尖词 望而生味 鱼龙和翼龙是恐龙的亲戚 鱼龙很像海童 能潜水 翼龙长着翅膀 活像翱翔的飞机 恐龙大多吃植物 也有吃肉的 大王龙就是非常凶猛的肉食恐龙 大脑袋 短身子 牙齿就像锋利无比的匕首 9. 恐龙是卵生的 恐龙蛋的外壳十分坚硬 小恐龙破壳而出以后 会得到大恐龙的细心照看 直到能够找寻食物为止 恐龙在地球上 生活了一亿多年 大约在六千五百万年以前 恐龙突然神秘地消失了 至今仍是一个谜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